新建会提出这一套竞标的理论 我就跟他们反驳掉了 没有通过 第二年以后 因为我没有继续留在那里面 他们说什么要赴理优先 所以我就请我们这一个区光的委员去 我就没去 因为他们就通过了 就用这个竞标的 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他根本不是真的要去推动再生能源 所以虽然有了这个立法 但是空有其表 那么到了我们可以看 到了2013年 台湾的风力发电跟太阳光电的装置容量 只占总发电装置容量的 百分之1.26跟百分之0.8 如果以占发电量来看 只分为占百分之0.65跟百分之0.13 你可以看 两个加起来 百分之1都不到 百分之1都不到 那你如果跟国际上去对比 国际上在2013年全球再生能源发电的 这个这里面呢 风力发电占百分之2.9 太阳光电百分之0.7 当然现在是更高了 因为最近这个中国这个太阳能的这个发电都是以这个好几基格瓦这样再增加的 对吧 现在这一个像太阳能这个每年的这个成长复合成长率是百分之30到百分之40 譬如说今年大概预估这个装置容量会到五十几个基格瓦 一几年 可是我们的情况是这样子 为什么这样子 我说为什么这么不堪 很简单 马政府的人员政客就是独中和能嘛 本来一直在2011年日本湖岛核灾以后 那个时候 他还是要坚持核四要再盖下去啊 然后那个时候只宣布说核一厂不研育 因为那个时候是核一厂已经要提出研育计划 核二核三还没有提出来 但是他们原本的规划是三座核电厂都要研育 由四十年研育二十年 那因为日本湖岛核灾全球都在检讨 他才变成说核一厂的研育 停 可是最近各位看到 他们不是照样提出来吗 那个核能会不是 原人会不是在那边审吗 不是想要让他们这一个研育吗 说不通过 我们现在就会缺电啊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后呢 核一厂那个 核汇料储存都已经满了 所以现在就想办法 要 因到德国去 法国去 要因到法国去再处理 要花一百多亿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对再生能源的发展采取的策略当然就是先慢后快 那为什么这样 基本上是因为我们整个电力市场的结构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油气是油中油在独占垄断 然后电根本是掌握在台电的手里 这个是几十年来就是这样 虽然你说油 有多了一家这个台数 可是两家都一样啊 涨价的幅度啊 涨价的这个涨点的方向都一样 那个跟一家独占是没有两样的 所以整个是因为这个市场的独占的问题 那为什么这样有问题呢 因为 因为 他们是 国营市内 又是独占公司 所以现在不是说你去指责某一个人 有很多人说台电 他骂到台电就说台电的这个员工 其实跟那个都无关 这是整个制度性的问题 因为他是一个国营事业 他独占电力事业 那他又肩负了一个所谓 确保电力稳定供应的这个政策任务 好 这个东西啊 他就会产生一种所谓 代理人的道德危机 好 我们经济学里面啊 谈这一个代理人的 这一个 道德风险的这一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国营事业 他的薪水固定的 OK 那他可以分到的红币呢 了不起 我们现在就是国营事业那些 这个年终绩效奖金 最多最多就是4.6个月 对不对 如果是明宁电厂 明宁的 明宁公司 你如果绩效好 有时候那个分红 可以分到十几个月啊 对不对 那然后你经营 不善的话 你要负责啊 你就可能下台啊 可是国营事业的老板 不是这样子 他最重要的是 达成这个稳定供应的这个任务 只要这个政策任务可以达成 那么他即使亏损 即使经营绩效差 他也不用负责下台 你知道吗 因为 对不对 因为这个国营事业 有很多政策任务 包括稳定物价 促进了我们经济化的等等 对不对 所以他不是 纯粹以赚钱为目的 那他的重要的任务就是达成这个供电的这个稳定嘛 好 那你想想看 所以 他赚不赚钱 没有关系 即使亏损 没有关系 但是 他要是不能够达成这个政策任务 他可能就要下台 只要能够达成这个政策任务 即使亏损 他也没有关系 他照领他的薪水 虽然 也许可以 可能领不到4.6个月的绩效奖金 他至少还有 两个多月的绩效奖金可以领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说这样就会形成这个所谓道德的这个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呢 好 那这样子 你 如果你去当董事长 那你 你想 你怎么去达成这个 稳定供电的这个任务 你有很多做法 当然如果大家可以节约用电 那最好了 可是节约用电 你卖的电就少了 你的收入就少了 对不对 好 那你要多卖电 那你又怕这个电不够 所以 你最好的策略呢 就是我偏偏盖电厂 而且盖的越大越好 盖的越多越好 只要我盖的电厂可以发出来的电 可以满足我未来用电的需求 还有 那我就不怕 我不能够达成这一个政策任务 OK好 这个就是过去几十年来 台电所采取的这种做法 这不是说现在的董事长 或是现在的这个经营者是这样啊 但是 是几十年下来 从过去就这样 好 那他怎么样去拼拼盖大型的电厂呢 特别是 过去是燃煤发电啊 然后核能发电啊 特别是这一些 因为在台湾哦 你除了这样可以达成稳定供电的任务以外 还有台湾过去所有的公共建设 这个commission 到底几% 各位你们自己去想 我不用理 好 那越多 你如果几千亿 你自己去算 那可以多少 但是你如果去盖这些小型分散跟太阳等 风力发电 那有什么好 说的啊 没有 对不对 好 所以 拼命要 为了要拼命去盖这些大型电厂 那你就要 去想办法说 我为什么需要去盖这么多的电厂啊 那 通常呢 他会去先 去估计啊未来的用电需求 然后呢 因为你要维持这个稳定供电 你还要有一个 他们叫做合理的备用容量率 OK 好 那这两个都是等于是假设的条件 那他就会去算啊 那通常呢 他就去先高估未来的电力需求 然后呢 用一个偏高的合理备用容量率 来算 好 然后 他就积极去盖 为什么 我给各位看这一个 这张图 例如说 这个我们的这个实际用电需求啊 应该是AJ条线 这个跑掉了 从这边去预测 应该是AJ条线 但是他就高估到BJ条线 说我未来的用电需求会跑到这里 怎么讲呢 各位 各位你如果回想一下 在2011年 日本福岛核灾以后 台电所给经济部的资料 那个时候经济部长叫做施延祥先生 他告诉我们说 2008年到某一年 预估啊 这个用电需求 那个经济成长率到20 一个到 2008到2015年 还是到2020年 我现在记不大清楚 他印象是这样 就是说 他估计啊 我们未来的经济成长率 平均每年是5% 然后用电需求是多少呢 用电需求的增加率呢 是每年3.75% 这样去估计出来的 可是在马英九执政前四年 我们平均经济成长率只有2.7% 他竟然可以用5%的年成长率 然后去推估是推估到2025年哦 你可以看这里高出了多少 这是第一个 然后 这个实际的备用容量率 我说事实上呢 8%到10%就绰绰有余 但是 他们历来历年来 台电在做长期电源开发方案的 这个规划的时候 都是用20% 都是用20%去计算 好 那如果说10%就够 那应该是吸追条线 我们实际上 应该就是说 规划到未来的用电需求是到这里 但是呢 结果呢 他是跑到这个地方去 OK 好 就这样 那这样呢 他就告诉你说 嗨 我现在你如果铺盖 我盖这个核市场 将来就电不够 所以那个时候就恐吓大家说 到2025年 2015年 如果 核市不商转 那个时候 我们的备用容量率 只是要百分之二点几 这个都有资料可查的哦 就是说在2011年那个时候 发生福岛核灾以后 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说到2015年 如果我们核市不商转 那我们的备用容量率 只是百分之二点几 这个时候就有限电的风险 特别是北部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大概要限电一百天 一百天 你看 三四天就要限电一次 这样才恐吓老百姓 你说你们不让我盖核市哦 到时候你们负责 煤电用你们自己负责 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这套逻辑来的 那么问题啊 台电根据这样的这个逻辑 去盖电厂 所以我们看 从2001年以来 台湾的电力市场 一直是处于功过于求的状态 这个电力备用容量率 都在百分之13以上 2008年以来 更超过百分之二十 那么好像 听说去年 大概降到百分之十七点五 还多少 但基本上还是非常高 还是非常高 那么 这个 我们再看 这个2011年的电力系统的整个容量装置 只有百分之五十九 这个表示 平均来讲 一年里面平均 他有百分之四十的 这一个 弦置的这一个电力 是在那边养蚊子的 OK 当然 那我们现在核四还没有 那你如果说这个核四交入 那么只有增加这个备用容量率而已 完全是浪费的这个拓支 好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它实际的这个备用容量率是这么高 那我这里啊 快一点 让各位了解 什么是备用容量率 它的备用容量率是跟这个兼蜂负载来比 也就是说 它可以发的电 扣掉电厂本身的用电量之后 可以送出去的这个电量 比这个兼蜂负载啊 还高出来的这个部分 假设说到这里 那这一块呢 叫做备用容量 这个备用容量除以这个兼蜂负载呢 这个叫做备用容量率 那备用容量超过百分之二十 结果我们全联啊 全联的平均 这个整个用电量呢 是这样子 下面这一块 那上面那个呢 空白就是 上面那个占了百分之四十 就是平均起来 是很多电厂是关在那边养蜂负载 就是这样的这个情形 好 好 那因为是这样 所以造成台电亏损累累 台电到现在亏损累积 亏损两千多亿 它就要涨电价 然后他说 那就是因为你如果还要 再有去收购这些再生能源 那电价又要涨更多 就是这样子 即使是因为它浪费的这个投资太多 浪费的投资太多 所以那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 因为是一家垄断 即使我们现在有民营电厂 但是你必须要取得台电的同意 要跟台电签约 你发的电只能够卖给台电 台电再卖出去 ok 因为你要用到它的施配系统 ok 那现在也是 再生能源也是一样 你去装再生能源 你说是个公民电厂 那你的电还是要透过台电的 这一些施配电网 这些系统 你按照我们现行的制度 你还是要卖给台电 台电再卖出去 所以现在这些再生能源发电 一样啊 不是就是你去谈这个价格 还是要取得台电的同意 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这些公民电厂 你跟现在开放这些再生能源是一样嘛 你会面临同样的这个困境 好 台电已经亏损累累了 我们的电它已经弄得太多了 然后它还要发展核电 在一个核电厂出来 就占了百分之五百分之六 哪里还要理这些小领分散这些再生能源啊 你这些能源 你卖给它 你发的电卖给它 它就多花钱而已啊 它卖出的电没有增加啊 不会因为它跟你买电 跟你买这一个再生能源发电 买多了 它就可以多卖电 没有啊 所以只能够增加它的亏损而已啊 只会增加它亏损啊 所以它一定千方百计 想尽办法 就说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个不稳定 这个要影响我的这个供电稳定性 什么一大堆 对不对 你跟德国 2011年它的再生能源发电 可以占不到百分之二十 原来他们的目标 是在2020年要达成的啊 2011年就达成了 刚刚恐龙先生的报告就讲啊 他们第一个自由化 Deregulation 对不对 自由化以后 然后在他们的这个法案里面啊 还规定等于是再生能源优先上电 你绝对不能够季节的 他们可以这样子去推动 所以他们的再生能源可以发展的那么快 那台湾没有啊 台湾这些条件完全没有 所以如果 你没有办法去打破这一家 独占的综合电力4A 没有办法电力4A自由化的话 那你说我要去发展再生能源 我要去推什么公民电厂 那个都不通是白搭 你有再好的这个计划也都没有用 我告诉各位 我如果这一个有错 请我们德国的这个专家给我指证 我看了这个资料 德国在1998年4月 他就完成修正能源清计法 那么从19984月29日就生效 那么他们的立法的这个目的 而且呢 他是没有构度起优 他立即全面开放这个市场 那同时啊 他为了促进竞争 新华平衡规定 能源供应业者对拥有路权的 各地方自治团体乡镇 得享有不受歧视的路权 地约请求权 也就是 然后新华平衡判市场近日的控制 譬如说使用再生能源是电力供应 或能源是供应 既为满足制造业本身的需求者 均不需获得近日市场的许可 也就是说你就可以直接 所以他优先上 你不必再去申请要获得许可才可以 人家是这样推动 我们呢 是把要推动的那个目标当上限 我再告诉各位 2012年德国新制再生能源法里面 设立再生能源发展比例的下限 人家是设下限 我们是拿那个推广的目标 当做上限 他的下限 2020年是35% 2030年是50% 2050年是80% 你看台湾也见晓了 到现在我们多少 怎么去推动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说今天我们要去推动 如果电力市场没有办法自由化 你有再好的计划 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当然 我看一个办法就是要靠 总统的选举 总统的选举 他有办法改变 像柯文哲这样 去做彻底的改革 否则我告诉你 台湾没救 以上 谢谢 王老师觉得总统的选举 不过总统还是要公民来选 其实公民的意志也非常重要 除了刚才王老师 讲的义愤填膺的困境以外 其实不可能不止 接下来 请徐光荣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从他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我们台湾再生能源 那么难可以 好 请徐光荣老师 好 我们热烈掌声欢迎 谢谢 其实我今天要跟各位谈的呢 跟其他的也不一样 我想要跟各位谈的说 公民电场这个是必然 一定要做 而且是未来可能是拯救我们台湾 有点圣告 文字幕其是 Creat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